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了沒 我是Andy老師 我今天要教大家 有緊變鬆的感覺 你們期待了嗎 期待了嗎 鏡頭前面的你們 祝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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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好好 我們來歡迎助教 你好 Andy老師你好 我是今天的助教和怒藥 我想請問 嗯 變鬆的技巧 好 我們今天就來鬆好鬆滿吧 Andy老師我看你這手臂 好鬆 好軟喔 不可以說我鬆軟 可以說我鬆但不能說我軟 哎呀你討厭啦 因為我硬起來 連我自己都會害怕 我指的是拳頭 嗨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一套伸展的方式 我們今天請助教幫我們做個示範 那我們在示範的過程中呢 我們會先從手臂 然後到肩膀 到髷關節到大腿等等的 由上往下去做一個伸展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靜態的伸展操 那這個靜態伸展操呢 千萬不要做彈症式 好 那彈症式呢 就很容易造成你可能 很熱身肌肉都還沒有開的情況下面 造成一些運動傷害的情況 好 那我們先 把我們的手臂伸出來 對 把我的心給我 不是 慢慢的把手往下扳 非常好 好 這時候我們會拉扯到我們的 齒勞骨肌群往下 好 維持3到5秒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 再彈回來之後換手 OK 好 1 2 3 4 5 就會感覺到我們的手臂這邊 再去做個延伸 好 一樣我們手臂伸出來 然後朝下 對 非常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的動作呢 記得我們不要手肩 不要手肩 對 很好 然後手臂是維持打直的狀況 非常好 好 那我們再慢慢換手 對 一樣伸直的動作 對 好 3到5秒 OK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的手肘 往後面拉一下 拉到我們的山頭肌 對 好 那我們 往下拉的時候 手肘可以往後撐一下 來 那我們在拉扯山頭的過程中呢 為什麼會用到這個山頭的肌群 因為我們在上下肝的過程中 我們會用著轉肩 下肝時我們會轉到我們的背闊 然後拉扯到我們的山頭往下 所以在拉扯到我們山頭往下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會讓它有些延伸的度 延伸的程度 延伸的程度 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去做一個伸展 好 左手都要去做伸展 OK 好 一樣維持10秒鐘 然後慢慢的往下 對 好 那我們把它轉到背面來看一下 對 好 然後手勁很遠的慢慢往下延伸 OK 非常好 好 再來 我們就拉一下我們的肩膀的位置 然後因為我們上肝動作會轉肩 所以呢 手肘 往身體胸口這邊靠進來 OK 非常好 對了 好 那一樣我們身體的動作往前流 對 然後慢慢的手臂靠近自己身體 可以往內的壓 然後利用這個手臂的力量往下延伸 對 因為我們會做到轉肩動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伸展我們的手臂跟肩 山頭肌的這個位置 然後往內拉 所以這時候你有沒有感覺到這邊 有點緊張 非常好 對 這就是拉扯到了 那我們就這樣做一個伸展 好 接下來換右手 一樣 1 2 3 4 5 好 這樣維持到遲暖動的時間 OK 好 這樣子的角度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弓箭步的動作 然後屁股往後的時候呢 維持脊椎角度中立 那這個中立位置非常重要 不是桃園那個中立喔 這樣子 OK 轉過來 然後往後的時候呢 上半身一樣 礦關節往後勤 然後做一個壓肩的動作 做一個壓肩的動作 做一個壓肩的動作 往下 如果可以的話呢 左手再放下去的時候 左手走這個地方撐住 對 撐住 然後把右肩往下推 然後推的時候 頭一樣往前 然後慢慢的把肩膀往前推直 然後手撐直 對 好 這樣子會感覺到你的背 跟你的肩膀動作 好 手肘這裡一樣靠 對不對 然後右肩往前推 往下放 OK 好 這個動作 好 一樣維持到十秒鐘的時間 換邊 好 左手撐的時候 右手就放鬆 好 那因為我們打球的時候 旋轉的時候 會用到我們大量的背肌的動作 所以這個背擴的位置 我們在做旋轉時 我們必須要讓它伸展開來 讓它的肌肉的作動溫度是會變高的 再來拉大腿 腿後肩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往後收 那因為我們打球的動作 會用到大量的大腿下肢的力量 核心肌群的動作 所以我們必然在做支撐的時候呢 我們要讓肌肉的溫度增加 再往後延伸的時候呢 盡量盡可能的 我們漸漸的往旁邊轉過來 好 再次伸展 好 盡可能的讓腳跟呢 可以靠近我們的臀部 對 然後這時候 腳板呢 往內拉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 普世頭肌 對 去邊做到一個延伸 有感受到嗎 OK 非常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順便 訓練一下平衡感 因為我們打球呢 很需要的是平衡 好 在伸展過程中 順便讓你的核心發力 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有些人可能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就會 對 開始在那邊跳 好 所以記得 當你覺得重心不穩的時候 不要在那邊跳 因為在跳的時候 就變成是你在彈正式的動作 好 所以盡量往後扳 然後如果做不出來 就另外一隻腳呢 另外一隻腳去做 大腿跟支撐度 把它維持穩定 然後右手如果可以的話 就幫忙扶住往後 繼續往上扳 好 這個動作 繼續往上扳 好 所以從後面看 可以這樣的話就往上扳 然後靠近你的屁股動作 好 所以大腿的動作 基本上的延伸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往後 比較簡單的方式去做延伸度 然後再來 向下肢體前腕 這個是很簡單的方式嘛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打球的時候呢 肢體前腕會用到 我們的腿後肩的動作一樣 慢慢的向下 OK 然後我們 往後有個肚大 對 這邊 變成側面鏡頭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向下時呢 我們膝蓋不要彎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慢慢的朝向腳尖 然後上半身向前傾 對 路遙這個 柔軟度很好喔 像我就 非常緊 它就很鬆 不是 我講的是它的筋痕 不給你解釋 筋痕 非常好 這樣子呢 就不會有運動傷害 OK 好 慢慢的起來 好 基本上 這是我們在 做靜態的伸展的過程中 會比較用簡單的方式 讓你的肌肉溫度 作動提升 才防止你的運動傷害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介紹 在肌肉靜態伸展的方式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教學 你 都學會了嗎 Elly老師 我都學會了 我現在好鬆喔 打糕了沒 我們下次見 我今天要交加 你好 開機 他們帶來的一個視頻 有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要按讚喔 啾咪